2018年我看你的微博做了一个自己的总结 我们这里有个VCR 我们也正好在2019年开始之初来帮月月来总结一下 月月你来读吧 能看清吗 快速地回想了一下 这一年里开心的时候是占大多数的 老朋友都还在 放假就一起玩 又多认识了几个新朋友 交际圈子扩大了一些 大学顺利毕业了 拿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奖 并且与月饼娘娘网恋奔线 帮我爸还了贷款 带外婆来北京看了毛主席 接二连三地跟喜欢的偶像有了一些接触机会 已经很不错了 就算网上冲浪时偶尔看到一些些恶意 我也能心态超棒地刷过去 不过说到这里 真庆幸今年没有遇到什么心动的男孩啊 男生啊 不然试想一下对方在手机里看到一些我的糗事或批评 我肯定会窘迫地要死 作为即将年满22周岁的成年女性 我大大方方地聊一下恋爱话题应该没有关系吧 老板 爸妈 杨金姐 反正明年呢 我得方方面面都提高一下才行 万一什么时候有了心动男生 可得让他对我发出感叹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女孩子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自己把它读出来更好 你现在想谈恋爱吗 现在好像不怎么想谈恋爱 因为我觉得今年就是好想提高自己方方面面 可能再过两年会想谈恋爱吧 今年就是专心提高自己吧 嗯 其实恋爱想不想谈恋爱这事儿 真不是自己规划的 它出现了 它就是出现了 对吗 好啊 对 如果有人眼光这么高的话 就会不介意啊 哎呀 这个最后好会夸自己啊 眼光这么高 那今天呢 我们也给恋恋准备了一份礼物 来 这个是一个小恶魔的充电 充电宝吗 对 小恶魔的充电宝 我想了想 你需要能量满满 嗯 而且可爱 我还是觉得 要带有自己的主张 嗯 可带有花对吧 来 拿上来 对 因为月月喜欢吃草莓呢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专门 就送草莓的那本新花 嗯 我知道你们就是 能看到我身上很多闪光点 然后在我身上 能激励自己更加成长 这也是我 嗯 这也是我成为演员最开心的事情 精彩尽在本周六21点30深圳卫视非常近距离